善根 所有善根 善根 生口义三叶之善 坚固不可怕 这叫根 他生了根 生口义三叶 经文后面第八篇说到 善乎口义 不记忆他顾 记住 说话 不要批评别人 免得惹户 不要输 善乎口义 失随 在许多大臣经上 讲到这种事情 都是 排列的顺序 是生口义 唯独在这个经上 他的排列顺序 他倒过来了 他第一个是口义 最容易犯的 第二个神义 第三个义 不像以前 满身口义 这样子三叶 来排列顺序 改变方式 必然有用意 我们不能小看了 不能轻看了 那就是 最容易犯的 是口义 仔细观察 这些人为的 在乎 绝大多数 都是说话不经身 得罪人 得罪这个人 这个人想要你的命 要置你于四地 你怎么办 你在明处 他在暗处 防不胜防 所以 世尊 这三句话 就重要了 善乎口义 不及到苦 善乎深夜 不失利益 善乎意义 清心污染 心地 用心 要向无量寿 竟然说说的 清净心 平等心 遮耳不迷的心 这样用心 就没错 深山上 不杀水 不偷盗 不血淫 人不做亏心事 归神就抱有你 人做亏心事 那么现在邪魔外道多 就在眼前 绝定不能做亏心事 一夜 不贪 不撑 不吃 在这个世界 谁缘 不盼缘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 有缘 去做 尽心尽力去做 没有缘 不去找 不要去万一 心永远是定的 永远是近的 所以 三叶之相 故不可怕 又 善能生妙苦 生于善 故为这相根 所有一切 都是从 不贪 不臣 不吃 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叫三叶根 对于 是出世间法 不但世间法 不贪 不臣 不吃 对于出世间法 也如是 出世间法 太多了 佛的经典太丰富了 今天想 跟这个 明天想到 你的心是散乱的 你的心不清净 心不清净 你的功夫不能成就 功夫不能成就 你就消不了业障 消业障 怎么消法 清净心就消了 不要把这些造的 我义 善业 连善业包括自己 都不要放在心上 心上只放 阿弥陀佛 决定能消业障 还有杂念 还有妄想 消不了 妄想杂念 统统放下 只有一句佛号 上海前老和尚 海清老和尚 阿老德和尚 上海前老和尚的老母亲 这些人 心里只有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见什么样的人 善人我人 他都是消灭因人 没有批评过人 没有怨恨过人 他多自在 他多快乐 这叫发戏充满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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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